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,以一到老的上海上港在主场九十分钟,与北京国安战成二比一,加十三军无剑术,点球大战埃尔克森踢中衡量,其他球员军阀进,上港遭淘汰,令球迷气愤的是成坤时间不适合挂对国安战。 球员的犯规,造成对手任意球直接破门,赛后,上港球员现场时,替补上场的球员吕文军和球迷发生了不愉快的一幕,球迷对俱乐部表达了不满,和俱乐部领导下课,引起吕文军不满,和球迷互喷拉几话,以下是拉马西亚,码头工人发的视频截图和图片,吕文军十一命来来的脸和我们球迷对喷,你今天踢得很好。 最后那个任意球是谁送的,不愧是张敏千儿子,我们球迷喊张敏滚蛋,你指着我们球迷要他下来单挑,吕文军留言希望球迷做好自己,怕什么失败? 重新再来,生命不息,战斗不止,这三个冠军,我都想了,哪怕就一次,但我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拿到,我在等,一直在等,但时间不允许,我一直等下去,在我有钱的时间里,我想把最好的我奉献给球队, 这就是我现在要做的事,做好自己就够了,希望你们也是一样,登场比赛吕文军方辉一般,不是阶段造成客观法规的任意球,也是由他发起的。 看球迷解析,最后那球,是好几个错误的累计,第一,严峻林没有右手拿球,第二,吕文军莫名其妙的把球踢上中路,第三,孙俊刚接球紧张,第四,才会看荒芒之下一脚踢空,第五,贺贯的犯规,第六,严峻林只要求过人强,则几乎毕竟无疑的拖大战位。 所以,真的不是运气问题啊,说实在的,但从这个球的角度来说,第一被锅的应该是吕文军,第二是这小孩,他俩拿球第一时间都应该大脚进尾,从全局来说这个锅应该主教练被,这么关键,不容有失的比赛,替补袭上的一二三,你给我带三个大阪赛季出场时间,三个人家一起都没超过十五分钟的人。 本场比赛的势力给本赛季俊夺三冠了上岗,西亚冠出去后愿意打击,球员有情绪,但是也不能和球迷表达不满,踢好自己的球,问心无愧,就行,这一点,上岗屋内做的就不错,吕文军,反思一下吧。